馬上來看堂堂的分數 請評審按鈍 張詩棠的演出 得到的分數是 17分 這個志全老師給了5分 還是滿佩服他的 因為我一開始佩服他的勇氣 我之前在聽他唱的時候 就很想跟他說 假音可能會是你的死穴 其實我聽過你幾次轉上去 都會有那個beat say的感覺 可是你居然這個時候 就直接正面就撞上去了 而且還挑這樣的一個快歌 那我還是不由得要佩服你 而且後面的那個律動感 跟音樂的結合 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你節奏感掌握的是很好 如果你的身體的那個律動 可以變成你聲音 對於growing的掌握的話 就很好了 就會更好 好 那建林老師給兩分的原因是 這個我看法跟志全老師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今天 但這個表演是很成功的 我覺得沒有問題 如果今天是武林大道的話 我也會給你5分 可是今天是星光大道 我覺得應該是唱歌為主 舞蹈或是其他的表演 它是為輔助的 那真的憑良心說 今天在歌唱的部分 有太多太多的瑕疵 特別是前面的假音的部分 那個其實是很不舒服的 可是你的動作做得真的是100分 這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我覺得就是說 在歌唱上面的支撐度是不夠的 所以這是我沒有辦法 雖然我很想 因為你這麼努力 我很想給你高分 可是畢竟這是一個歌唱比賽 唐 我跟你講 方向對了 就是說舞真的 大家都承認你跳得不錯 但是歌 你去選一首不錯的舞曲 你又能發揮你的舞 然後又能把歌唱好的 好不好 你就大丟啦好不好 掌聲鼓勵張士棠 很厲害的 張士棠雖然舞技受到肯定 但卻忽略了演唱 僅僅達到17分 情勢大為不利 而玉扇則確定取得總決賽門票 開心的與媽媽慶祝 恭喜玉扇晉級舞強 期待你在總決賽的表現 好高興 不是好高興 我覺得太厲害了 他應該會比較那樣一點 我是覺得 很開心 很開心 謝謝 其實你現在目前分數算還不確定 但你現在還是有一點點危險 對啊 你會擔心嗎 不會 一定擔心 對 就是已經做好了那個 我積分賽的... 當然到積分賽就一定想考 就是做我想要做的東西 然後不管結果怎麼樣 其實像上一場成績也沒有很影響 可是其實這些歌 包括評審指定的那個人手 還是一樣 那本來就是我想唱的 所以評審指定的時候還滿開心 這段分數不是很OK 但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然後這一場也是一樣 就是... 終於跟他們跳到我們就很開心了 謝謝 好 接下來是...